就是我们老师想让我们用那种简单的装置 去做棉花糖的机器 他给我们提供一个马达 然后我们自己带一个小罐子和糖就够了 把那个马达安装上 安装上之后 它那个瓶子就可以旋转 旋转之后再往那个银来罐里面倒白糖糖 倒白糖之后放酒机灯上面 先那个糖融化 然后那个马达打开之后 那个瓶子就会转 然后那个糖丝就会从那个打的洞里面甩出来 甩出来的话就类似于那种棉花糖的糖丝 大概做工具 把所有工具拼好的话 半个小时就够了 就是那个棉花糖不是很大 但是有那个棉花糖的丝 可以吃很甜 它是一节科技制作课 就是主要让我们动手 做一些这种有关科技的小手工法 之前我们第一节课做的喷泉 就是三个塑料瓶和 三根吸管做那种不吞泉 看到氛围很活跃 就是很积极 首先我的感受是感觉很新奇 因为我比较喜欢做手工之类的东西 然后它里面的那种科学 制作那种知识 进入我的脑海 我也学到了很多 很快乐